蘇貞丹市長 蘇貞丹在跟總統建議的時候 你也在現場嗎 他們談了些什麼 不是 我想今天早上最主要 他們就是第一個 總統跟就是黨主席 根據整個選對會 那昨天的結論 昨天民進黨的中職會通過 就是一致同意 整個新北市的選情選舉 是重中之重 必須要有一個最強 最優秀 同時最符合人民期待的人選 所以 昨天既然民進黨的中職會已經通過 選對會有通過 所以今天黨主席就拜託 也請蘇貞丹先生他們在這個過程中互相的討論 那這個討論大概就是讓我們蘇貞院長了解整個新北市的選戰 全台灣都非常期待 然後整個都希望蘇貞院長能夠為了新北市的發展等等 一個這麼重要的選戰 請他能夠 雖然對他有點委屈 不過我還是認為如果能夠來批起同意承擔這個責任 那我們對這一次新北市的選戰 大家都非常有信心 那在不斷的跟蘇貞院長的選對會主席 不斷的跟蘇貞院長 大家在的鼓勵欠進 那我想蘇貞院長同意 認為為了整個新北市的發展 為了台灣他任務探院成為這個責任 那我想我們也覺得讓新北市所有這一次 他的一個很重要的母雞確定 能夠帶領所有新北市這一次的選戰 那全黨必須大家團結一致到這一場選戰 市長 謝謝